我們想跟他們來參加這個活動,連續兩次 因為我們本身喜歡加這樣這種東西 而且一方面像這種東西已經失傳了 我們覺得要讓心愉快的人去了解這樣子的文化 才有辦法說像這種東西可以延遲下去 如果說你平時傳統民俗如果一直在改變的話 改變到最後最明顯的新潮 事實上就已經沒有那個所謂的就是那個存在 這是民俗的傳統肢體動作語言 然後也是一個文靜的動作語言 代表著他的事跡,代表著他的一些文化 那為什麼會一直想帶小朋友來參加,一連續兩次我覺得 我要讓他們知道這種在我們的民俗文藝裡面 他的藝術在哪裡,綜藝術而已 謝謝,謝謝,謝謝你們